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有10個數值 分別是這些 注意有兩個位置數叫xy 他說他們的標準差是4 然後呢平均數是56 叫我們求x-y的絕對值 那題目給你提示 他說可以將此時數先平移 同時加減某數方便計算 那你在做平移就是同時加或同時減 那今天 決定一件事情很重要 決定你要減多少 或者是加多少是很重要的 因為決定好 決定對了就可以讓你計算 比較方便 那今天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同時減56 為什麼?這樣子我的平均數就會變 我的平均數就會變成0 原本的平均從56就會變成0 所以我們把它同時都減56的話 第一個數字50-56-6 再來-4-2-0-1 然後是0 再來-2-3 再來-5 再來-x-56 再來-y-56 再來-y-56 這邊我們把x-56當成x' y-56 定做另外一個符號叫y' 這樣我們寫起來比較好看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這些數字 這些數字如果把它加起來 我們現在再來算這些數字的平均的話 我再算這些數字的平均的話 10個數字 請問你它平均變多少 原本平均原本這些人 它的平均是56 現在這些人它的平均會是0 因為我同時減56 所以就可以知道x'加y'等於3 你可以做一下計算 你可以知道這10乘過去0 x'加y'等於3 再來-4 那再來-4 標準差 什麼是標準差 1 每個數字的平方嘛-6 3分之6 加16 加4 加1 加9 加5 加x'平方 加y'平方 然後減掉現在的平均數的平方 是0的平方 結果你標準差會不會變 你同時加或同時減 標準差是不會改變的 那你可以做一下計算 你可以得到x'的平方 加上y'的平方呢 它会是 我刚才先算过 它会是69 好了 我们就有这两个东西 我可以算出这一个来 首先你知道 来 x'-y'的平方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x-56 减掉y-56 的平方嘛 所以它其实就是x-y的平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x'-y'平方 是什么 x'-y'平方 它其实就是 x'的平方 加上y'的平方 减掉两倍的x'y' 那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是69 那这个是多少 来 从这边算起 我们把两边同时平方 你可以得到x'平 加y'平 加上两倍的x'y' 会等于9 那因为这个是69 所以两倍的x'y'会是-60 带进来 所以它是减掉-60 所以它是129 那也就是说呢 x-y'的绝对值 就会等于是 根号的129 这个是第四题